一战期间人们终于可以把机枪带上天空了 它们被架在机身的顶部位于飞行员的前方 使后者能够一边开飞机一边对着目标猛烈的扫射 可不过问题就出现了 在枪口和目标之间不是还夹着个螺旋桨吗 怎么办呢 高级一点的做法是后来发明的机枪同步器 它的工作原理几乎跟现在汽车发动机里面的突轮轴一模一样 也是利用跟螺旋桨同步旋转的突轮来控制机枪的开枪时机 使它在螺旋桨滑过面前时能够闭上嘴 滑走之后才再次开火 这样就不会自己打自己了 那低级一点的做法呢 毕竟同步器的发明和验证是需要时间的嘛 在没有它之前呢 大多数的飞机只能够在螺旋桨叶片的背面 装上一个楔形的金属保护块 只望当子弹打在上面后被它偏转掉 就不会再进一步对叶片造成伤害了 但实际上也就起到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吧 好了 还有别的方法吗 这回终于轮到法国人了 他们站出来说我有 看 就是这个 把机枪架高一点 只要高过螺旋桨 啥同步器 啥偏转块 通通都能免了 想要愉快的射击就不能有那么多的干扰吗 可他们考虑过机枪手的感受吗 全程迎风站在高处 在激烈的战斗中还会受到敌人子弹的特殊照顾 要是飞行员首养来个机动 算了 最好还是不要啊 这会让他们先激动起来的 索性最后这架飞机并没有真的出现在战场上 理性还是战胜了浪漫 呃 浪漫 2百分钟 4百分钟